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州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无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物华天宝 人节地灵 鱼米之乡 惊雅人文 文明传承 匠心独运 苏派美食 享誉古今 正是在这块举阴寒乡的土地上 稻香村历经岁月烘焙 芬芳了两个多世纪的人间烟火 时代眼镜 隔世油香 作为国家首批认定的 中华老字号和稻香村品牌的创立者 今日的稻香村已成为 文明中外的大型现代化食品企业集团 在苏州 北京 河泽 沈阳 成都等地 建有十个现代化加工中心 以及与之配套的原料基地 馅料厂 应务厂 仓储物流中心 稻香村的销售版图遍布全国 远至新疆 西藏 黑龙江 海南等地 2021年 品牌价值过167亿元 是中华老字号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标杆企业 在稻香村 这个标杆企业的标杆是大师傅 从创始至今 稻香村有着清晰的技艺传承谱系 独创的苏式月饼制作技艺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大师傅的形式兴火相传 大师傅 工匠精神 这是一种深至于稻香村的企业基因 工匠精神的内在是技术为王 百余条国内外现代化生产线 先进的生产设备及工艺与科学管理体系 让稻香村悠久的工匠文化 与现代加工技术融为一体 畏为大观 工匠精神的外化是食品安全 高标准的生产空间 重重设防的关卡 以及多道检验流程 稻香村的工匠眼睛盯着四个字 食品安全 稻香村的工匠天空刻着五个字 明以食为天 工匠精神的极致是创新研发 这些飘散着稻香的技术研发中心 产学研合作平台 紧跟国际最新食品科技进行集成创新 不断夯实核心竞争力基础 打造精品品牌形象 引领行业技术跨越式发展 所有得以传承的老字号 都是消费者口碑托起来的 花团景醋五果香 琳琅满目百样鲜 春节年高 元宵汤团 端午粽子 中秋月饼 稻香村 作为糕点产业的极大成者 产品涵盖散称糕点 日配 休闲 节令 肉食等门位 多达一千余种 因似实而鲜美 随巴结而香甜 追求生产技艺的登峰造极 热衷对产品的精益求精 尊重市场 呵护幸运 珍爱消费者 敬畏老字号 稻香村的口碑赞誉 老易迷心 新时代的稻香村 准确把握新消费发展趋势 启动稻香村超级IP计划 传承经典 永当网红 让产品更新于潮 迭代于库 稻香村在产品初心 和营销升级双转变中 呈现推陈初心的美妙生态 而在这个新玩法背后加持的大咖 则是互联网加稻香村战略 稻香村2009年 即成立电子商务部 率先进入天猫 京东等主流平台 购筑电商阵地 连续多年销售名列前茅 成为传统食品行业 互联网创新营销的领军者 老字号出新 稻香村出海 走进一带一路 走向世界市场 目前 稻香村产品出口海外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全球消费场景中 弘扬中式高点文化 海外游子以稻香解香愁 国际友人以稻香知中国 稻香村文化 蔚然成风 坚守中华老字号 传播中国好味道 这种渗透在 稻香村企业文化里的 家国情怀和使命初心 在厚道做人 地道做事的企业氛围里 催化放大 成人打击 追求卓越 稻香村 生机勃勃 芳华 无限 源自苏州 郁满全球 每个好日子 都有 稻香村